这个狼窗性肾炎会不会引发其他的疾病? 狼窗性肾炎是吗? 对 它是这样,就是这个系统有红白狼窗呢 它可以导致很多很多病 比如说 刚才我讲的是多系统,是吧? 多系统 几乎哪都跑不掉 对 如果是神经系统随畅,死亡率还很高 会痛 对 有的时候还很危险 很危险 对 如果说这个网友谓,狼窗性肾炎会引起哪些疾病? 当然这就要涉及到这个肾炎病了 它会出现哪些病患病? 也就是这个肾炎病在随着病情的加重 比方说它到了肾炎节,肾炎节的时候 它也会引起其他的疾病了 你想,起血性肾炎也可以贫血呀 贫血 骨质出风啊 心脏呀 等等 它都有 也会受随 当然是到了中晚期了 那就是早期的时候会不会引发其他的疾病? 比较明显 比较说 如果说它是这个 表现了肾炎综合症 就是狼窗性肾炎也可以出现大量淡白尿 可以表现肾炎综合症 这个时候它会出现肾炎综合症的一些相对病状症 你比方说 血血衰塞呀 严重感染呀 其他你比方说什么急肾衰呀 等等 就是说在早期中晚期的时候是一定会引发其他方面的 一定会 那早期咱们要经过合理的治疗 都能够避免 都能够避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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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